其實很多客戶問我們要做多做收納 第一個問題會回問他 你要做有門片關起來的時候呢 還是沒有門片開放的時候 看得到用不到 然後就停住了 或者他會說 我全部都要做有門片的 我東西就要藏起來看不到 那其實我固定每年都會回顧我的客戶 我會去探訪我客戶他家 有時候會看到玄關居然有一個大的行李箱 那我就覺得這很不對啊 行李箱應該是放在沙發下 或者沙發的後面 或者你很少用得到的地方 他居然在玄關有大的收納箱 其實你多做有門片 其實你後來會有個概念就是 你就盡量塞 那其實我們比較建議客人就是說 有20%是開放的 甚至到40% 如果你有收納美學 甚至可以到60% 你把收納當做一個美學來放 另外呢 40%做有門片的 那其實我們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心理學的結論 就是你看得到才是用得到 那其實我們做了很多順手收納 就是告訴他 玄關其實 你不一定要做50公分才能掉衣服 你做30公分 衣服就可以橫掛著 不一定是直掛著 你鞋子也不一定要是 玄關其實很小 也不一定要鞋櫃是40公分 你可以是25公分 你鞋子可以橫擺 不一定要直擺 甚至鞋擺只要17公分 那其實收納有很多種方式 讓每個人更舒服 要的是一點點技巧 還有一件事情 你心要打開 認為你家是在進行中 而不是一張完美的 室內設計圖片 也不一定是值得 那也絕對 是一張完美的 受得最高的 為我們有一個機會